大家好,我是阿差亚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目前最新的Avada主题 7.4.1版本 在没有购买代码的情况下 如何手动安装 上个视频和各位分享过 如何在没有购买代码的情况下升级 咱们这次来一个全新安装 如果你拥有60美元的购买代码 可以按照之前的流程 我之前做的教程 一步一步的安装是没问题的 但是自从Avada 7.3版本以后 Avada主题的注册 需要60美元的购买代码 并且购买代码只能用于一个网站 一个域名 在没有购买60美元的购买代码的情况下 也可以手动安装 具体安装方法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说一下虚拟主机 我用的是setground的主机 不推荐本地环境 其次是主题和汉化文件 还有Avada的演示站 这个是Avada主题8.26兆 不要用那个200多兆的 要用这个小的 还有就是7.4的插件 这些都在网盘上 插件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核心插件 一个是编辑器插件 第三个是汉化包 汉化包在之前分享过 我们主要用到了这六个文件 其实是三个文件 三个MO文件 一个主题 两个插件 具体的汉化方法 之前分享过 不在这节课讲述 这节课主要讲述的是 全新安装Avada主题和演示站 全手动安装 这个就是演示站 更多的演示站 也在圆满的那个网盘里 那么现在正式开始 这是一个空白的 wordpress网站 空白的 我已经给它初始化了 我们看一下主题 主题只有一个 默认的主题 然后再看一下插件 插件虽然有这么多 但是都没开启 它是没有Avada那两个 必要插件的 具体怎么安装wordpress 在入门课和免费课程里 都分享过 在这里也不做过多介绍 我们从主题开始 进入外观 先切换成中文 各位看着方便 在settings设置里 现在变成了中文 进入外观 安装主题 上传主题 把这个8兆的主题包 拖拽到这里 点击安装 安装成功 直接启用 启用之后 这里显示没有注册 7.411版本 我这个圆码包是没有破解的 是我购买后直接下载的 焊话也没有破解 也是无损焊话 直接上传文件 不用覆盖东西 现在主题已经启用成功 接下来安装两个必要插件 进入插件 点击安装插件 不要进这个 如果你有购买代码 再进入这个 需要在线注册 才可以使用它的线上安装 我没有购买代码 可以手动安装 点击上传插件 把这两个必要插件 逐个安装 先安装核心插件 这个核心插件很小 拖拽到这里 点击安装 看这里的提示 阿瓦达需要两个必要插件 一个是核心 一个是编辑器 核心安装完成 点击启用插件 它这核心插件 只有343K 编辑器大一些 有1.1兆 OK 继续安装 点安装插件 然后点上传插件 把编辑器 把编辑器 拖拽到选择文件 点击现在安装 现在是主题安装成功 两个必要插件也都已经安装成功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单位演示站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网站的样子 两个插件已经正常启动 看一下前台 前台是这样的 文章 只有一个 页面 有两个 这些都可以删掉 然后再看一下媒体 媒体是空的 我们接下来安装代目演示站 手动安装 安装这个演示站需要一个插件 一个免费插件 它叫这个名字 这个演示站的安装包是131兆 启用这个免费插件 这个免费插件从这找 点击安装插件 其实在这个热门里就有 在这个热门里 往下找 这个位置 就是它 或者搜索 这是一个免费插件 可以用来备份和还原网站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插件 导出站点 我们选择导入站点 在这里 它可以导入 也可以导出 导出是备份 导入是还原 导入来自哪里呢 来自文件 是哪的文件呢 是桌面上的这个文件 我当前这个文件是 Avada Classic Shop 这是一个Dive Commerce的演示站 选择打开 它会先上传再处理 并且覆盖掉当前网站的所有数据 因为现在这个Wordpress网站是空的 可以随意覆盖 先上传 上传成功 然后是导入 请不要关闭此浏览器窗口 导入过程将覆盖您的网站 包括数据库媒体插件和主题 下一步继续 您的站点已经导入成功 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保存一下固定链接 第二重置一下Avada Fusion Builder的缓存 第三是可选的 给这个插件评论 我们先保存一下固定链接 它是在新窗口打开 这有一个提示 点击更新Wordpress 更新完成 现在需要重新登录 各位要注意 这种手动安装的演示站的包 有很多 有80多个 所有的这些包在安装之后 它的登录用户名密码都是admin 这个各位要注意 你以前的Wordpress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会被覆盖 变成admin 密码也是admin 它会把用户的邮箱变成这个 我们先登录 登录之后可以修改 先记着保存一下固定链接 自动还是来到了这个页面 在设置有一个固定链接 为了演示方便 我还是回到中文 先保存一下设置里面的固定链接 先不管是什么 以后再调先保存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进入Avada里面的主题选项 什么都不要做 等左侧和右侧的内容都加载完成之后 我们点一下保存 保存更改 这两步是要做的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们看一下前台 该怎么改就怎么改了 这个和线上导入的几乎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我们把用户改过来 在用户 当前是admin 邮箱是这个 修改邮箱 修改邮箱之后 会给这个新邮箱发邮件 到时候点击一下邮箱里的确认链接 还要修改密码 设置新的密码 这些信息也要改过来 点击更新资料 或者创建一个新用户也可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页面 页面有这么多 一共19个项目 然后再回到文章 文章有这么多 有9个 然后再看一下媒体库 媒体库也有这么多的图片 前台的页面 再看一下商店 OK 内容是完整的 还有一点和各位说一下 如果你们在改Avada主题网站的时候 遇到了问题 想重新做 该怎么办呢 我们回到插件 在这个插件里 有一个reset插件 我用的是这个 关于reset插件 复位插件有很多 用reset插件 它可以把WordPress打回原形 变成初始化状态 然后重新安装 主题和插件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